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杰 马上来带你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苹果罕见降价10R宙式 传供应链重启iPhone 8 Plus生产 日经新闻指出 鸿海费用缩减今年将砍10万人 宏大电多层区块链强进医疗应用 全战热超商增备货抢商机 来关心台股 台股今天为9合1选举前最后交易日 在市场观望气氛浓厚下 指数震荡走跌 一度失守9700点关卡 传统产业与金融类股同步走弱 影响大盘表现 法人认为虽然下周大选结束 资金渴望回流 但现今市场最关注的焦点 还是下周将举行的G20高峰会 美中双方能否重启贸易关税协商 及后续走向 提供给你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根据外媒报道 苹果已经与日本电信业者达成协议 将由苹果补贴给电信业者 以促销iPhone XR 最早将在下星期开始 这恐怕也是有史以来 首款上市未满月就降价促销的iPhone 有外媒报道 鸿海计划在2019年将支出费用 下坎约新台币900亿元 对此鸿海澄清 今年度费用缩减 主要针对经营绩效位达标的事业单位 以及获利表现不如预期的对外投资 但不包括集团研发 以及新产品开发支出 中国车市极动 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宣布 Model X Model S价格调降 12%到26% 特斯拉还将吸收大部分的关税成本 太阳能事况露出曙光 近期主流高效电池产品需求转强 报价强涨逾17% 客户追单踊跃 中美金连载能等 国内指标厂产能冲上满载 新台湾亚特电视传统报道 再看到台湾机器业者专注智慧化 开发欧美日等高端市场 根据资料 台湾工具机产业不受贸易战 以及中国反倾销的影响 台湾工具机出口 美国大幅成长了32% 总体表现亮眼 台湾其实在这一个所谓的反倾销 调查项目里应该不可能是其他所谓的反倾销的事情 中国大陆商务部对台湾日本部分工具机产品 力士加工中心机展开反倾销调查 台湾有三家业者被列入第二段抽样 对此台湾机械工会与台湾区工具机器零组建工会 周三启动反倾销两岸协助机制 意计下个月前往厦门 与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沟通说明 日本占了9000多台 占了80%以上 台湾只有500多台 大约占5% 所以这80%几跟5%的量 我想台湾的倾销可能性是几乎是没有的 受贸易战及中国大陆反倾销影响 日本工具机工业会公布工具机10月份外销订单 中国大陆较去年减少36.5% 不过欧洲跟北美都分别成长8.0% 即16.0% 台湾前10个月工具机外销 美国成长32.6% 土耳其成长34.7% 印度成长44.6% 虽然中国大陆仅成长5% 台湾整体工具机外销仍成长12.3% 从今年看起来算是上半年是正常的 是增长比较多 但下半年应该啦 美中的贸易战还有这次所谓反倾销 多少都会对台湾有一点点影响 整体的表现 整体表现目前是OK的 我们还是增长了百分之十几 所以目前看起来工具机是正常的 工具机仅器看好 明年台北国际工具机展更扩大举行 加上南港展览馆二馆明年三月落成 预计共有四个馆同时展出 1230家国内外厂商 使用7000个摊位 规模跃升全球第三大 上一届大概5500个展位 所以增加到约1500个展位 我想这个规模是全球大概前三大的规模 预计展出全球工业4.0趋势 智慧机械及智慧解决方案 包括AI及AIOT等相关应用 精彩可奇 新唐人亚特电视高阶伦理津津津 台湾特别报道 待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红博社 电准会明年可能减缓升息速度 金融时报 欧洲央行10月会议记录显示 经济数据不如预期 将不影响刺激缩减计划 华杰日报 iPhone PR日本销售不佳 推幅贴降价方案 日本经济新闻 日本2019年10月消费税增税 无现金支付和还原5%信用卡点数 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压力紧绷 导致失眠问题 因此对睡眠品质越来越重视 也带动睡眠商机的成长 许多国际寝聚大厂纷纷导入科技应用 台湾寝聚连锁大厂 也吸收学术单位 结合产学力量 研发住眠床垫 进一步延长深层睡眠 提高睡眠品质 现代人精神紧绷 生活节奏快 一到晚上睡眠时间 反而睡不着 根据资料统计 全台平均10人就有一人失眠 除了靠药物饮食来改善 也有不少人寻求好床 提高睡眠品质 我们睡眠是一个周期 我们从浅层睡眠 中层睡眠跟深层睡眠 那如果你的睡眠能够拉长 那你整个睡眠时间 所以只要睡得饱 那其实整个睡眠时间就会缩短 这个睡眠导入系统 其实你只要睡六个小时 就可以达到八个小时的一个效果 民众睡眠品质需求攀升 带动全球睡眠辅助产品市场成长 预估2021年达849亿美元 国际请聚大厂纷纷导入科技应用 台湾请聚连锁大厂也携手学术单位 研发SFT深睡频率科技 也就是模拟舒漫波共振原理 引导急转的大脑放慢速度快速入眠 将高科技结合专业治床技术 延长深层睡眠时间 台湾大家睡眠观念是越来越加强 因为以前的大家会觉得 我睡一张床可能五千块 一万块两万块就很好睡 那当然因为商机越大 我们当然在这一块 我们做了不断的一个睡眠整合 把高科技引进到我们床垫 包括我们自己床垫的堂皇系统 跟物料材料整个提升 看好睡眠商机 台湾请聚连锁大厂 预估住眠产品销售 将从各位数成长到双位数 带动集团营收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文摩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 但您看到下周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11月26号台经院公布 11月景气动向调查报告 11月27第八届中欧论坛和宝峰会 10月29日第四季5G产业座谈 以及11月30号 梅墨加签署新版自贸协议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吉安 我们下周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